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夹娃娃机被视为没落商圈的代表 但是这一两年呢 夹娃娃机却在黄金商圈 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光是1月到5月2018年的税金 收入就高达了8688万 今天则清呢 跟小鹿还有夹娃娃机界的名人 Stanley 韩修草 我们要来聊一聊 小资族投资娃娃机 真的是一个好选择吗 或者它隐藏着泡沫化的危机呢 小鹿你能够注意到 以前在没落商圈才会有的 这种夹娃娃机 我们刚刚从东京 我们就来这边的时候 满街都是 像变黄金商圈的标志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之前中小中化那边 有一间超大的Studio A 里面都卖3-4的东西很夯 我现在刚刚看到 它竟然也是变成夹娃娃机 而且新闻之前我报道 说一个月它现在租金是100万 租金100万 然后里面大概五六十台的这样的机台 它真的能赚钱吗 能啊 只能赚钱 要怎么赚 因为它一台分租可以分租到1万5 1万5 那50台 如果一台租个1万5 或是1万8 50台就多少钱 我听到这数字很吃金耶 将近快100万而已 但是你们好像不叫房东是不是 长主 你们叫长主 就是那个店面的拥有者 租 乘租者 乘租者 所以它不一定是房东 有可能是房东 有可能是直接租下来做的 是 所以长主它每个月就是固定的 就是它稳稳就可以赚钱了 对 它至少一个长主正常来讲是说 如果你是花一个6万块的电租 是 乘租30台那样 你平均一台租5000 你一个月大概可以有15万以上的收入 就固定收入耶 对 就15万 那我们报什么新闻呢 对啊 这个数字 对啊 以我自己的厂来算好了啦 我现在一个我自己的厂是出租 我丰盈那边出租是5000块 那我里面有30台 嗯 那我的成本 我每个月的租金大概是5万块 5万块 对 那所以我一个月最少也是有 对啊 10多万的 10多万 而且你不会只有一间店对不对 对 没错 像你应该是开法拉利跟 没那么好出来 所以你还是要扣到一些税金 还有一些 水电啊 啊 就扣到水电 就是什么 就扣出来 像刚刚那讲话 等一下被国税局查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草叶跟Sanley 都是整个夹娃娃机 这个产业里面 是 最红的YouTuber 而且在网络上面 其实讨论声量也很高 我真的很好奇 刚才哲青哥有说就是 厂的人就是成租的人 那谁去经营那个台子里面的东西 那个叫什么 台主 那个叫台主 对 厂主的话对外张贴 像在Facebook那边去张贴之后 我们去从那边去看到 那个资讯材去跟 唱出成租台词 一对男女出去约会 夹个娃娃 然后抱在什么 你看这样子 很甜蜜 就很威了啊 就是这样子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 女朋友说 哇那好可爱哦 是 男生 头到保夹来把他夹出来 所以我听到一个重点了 所以对台主来说 他里面选择什么东西 能够让那女生说 哇这好可爱 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当然啦 就是他就是像我刚好 我有带的像娃娃 想看 有什么东西 Cosplay的皮卡丘 你好 哲青哥 Cosplay他是 他是哪位 这个外面这个是什么 呃 这是什么 这个是礼盒饼干吗 这个叫做MH2055 然后他是 2055 对 他的型号是叫MH2055 一个型号就是一个机器来的 那他是3C 蓝牙音箱 蓝牙音箱 帮大家来开箱 蓝牙喇叭 蓝牙喇叭 这个很精致还有一个 对 环冲软电 所以这个也是放在 夹娃娃机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 娃娃机里面比较夯的 应该会是这种商品 最多职业夹克在夹的东西 都是这种商品 职业夹克就夹这个 对对对对 然后上网路去夹 但一台网路上卖多少钱 一千多块以上 一千多块 批发酱 一千到一千二 所以你们的保夹的金额 一定就是 就是网路上卖多少钱 就是比他再便宜一点点 没有保夹金额 假设我今天七八成本 大概在九百块 然后可能会算到两倍 两倍 对 可能我的保夹就设到一千八 一千八 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一千 我花一千八的话 如果精打细算的时候 那我自己去买一台一千块 就好了 那不对啊 因为这是批发价 因为你值售值够价 它肯定是三倍以期要的东西 就更贵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算是你在夹娃娃机的厂子里面 头钱一千八夹出来 都核算这样子 要让家有这种感觉吗 是核算的 是核算的 因为你所有 你不能商品都用批发价来算它的成本 对对对对 是 那你们刚才稍微讲了一下就是 场主有场主赚的 然后台主有台主赚的 那如果硬要比的话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赚呢 比较好 我投下去我就立刻有钱 可以回本 是 嗯 投下去立刻有钱回本的话 应该是场主 场主 房东一定会赚 对房东是一定赚的 房东一定赚 那你经营好的台主的话 也是一定会赚 哦 这个数字 你有没有什么Mega 可以教我们一下 让我们有点期待 对啊 可以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台主啊 我自己也是 因为最高纪录是租到三十几台 三十几台 对 但是黄金时段是去年的年底之前 哦 那个时候我三十几台 你平均每一台币量可以到 两万的情况下 一台可以赚 因为营收两万 两万的 扣掉成本吗 对 还没扣掉成本 我等于有六十万的收入 那我扣掉所有成本的话 哪怕我砍半 我再砍半 我还是有 十五万 不用报新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报新闻了 不用报新闻了 那个也是很辛苦啊 也是因为你变成是一个自由业者 你天天要去跑那个台去补博 要寻那个看 所以你的场子 你如果从墾丁到富贵角 你就要每个场子都要去看到 对 可能一年可以环导很多次 是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场主的话 那怎么要去挑地点 我会比较喜欢挑在人潮座的地方 草沿你喜欢挑人潮座的地方 对 什么样的人潮座的地方 可能在夜市的附近 夜市的附近 或者是说大商圈的附近 或者是火车站附近 这些其实都还蛮有人潮的 是 我会比较偏向于开这种地方 因为我知道人潮就是前潮 人潮就是前潮 对 因为你一个月的币量 其实你看对比机 就可以知道这间店的生意好不好 所以我自己的厂一个月 可能有一百万的币量 一百万的换币量 对 币量 这些币量就平均在我的台主下面 去那边转 所以你自己去 例如说好 你现在想要投资一个新的厂子之后 大家说 例如说 永和的乐华夜市不错 可是它不可能每一个角落都好吧 你一定会去看吧 一定要看 那如果说这样 这种热门的地方 要怎么看美感呢 看美感喔 所以说人大概从哪里出路 像我枫园的厂 我是选在人家停车 因为那个点其实也没有很好 但是它的停车点 它必须得从那边走到夜市去 所以一定会经过 在路上 就是无论是去还是回来 都要经过 哪怕我不是开在夜市里面 我只是经过这条路 它会有人潮 可是草原 你刚刚在说要选很人潮多的地方的时候 我看Stanley有露出了一个 神秘的微笑 蜜眼 然后有点斜眼看你的表情 Stanley你觉得草原下的 我觉得其实说 因为草原是在中南部嘛 我是在北部 那北部的话 其实它店面 最近远比在中南部还要高 对 那像我们在选择店面的部分的话 是选择尽量或选择是说 不会太热闹的地方 不会太热闹 对 不会太热闹 比如说像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好停车 好停车喔 对 比如说像公园的附近 重点是一样 公园的附近 公园的附近 对 好停车的话 大安森林公园怎么样 大安森林公园那边也不错 人潮 那边也不错 他刚刚说人潮不重要 而且人潮不重要 人潮没有来得这么的重要 比如说看你是用 人潮那么重要 不是说经营的角度 那新生高架小 下面荣兴花园 荣兴花园那边也很多场啊 对啊 那边有濱江市场 而且那边还有渔市啊 对啊 所以反而不需要就是 最主要最精华的商圈 你觉得其实人潮稍微 只要好停车 稍微好停车 只要好停车就可以了 就像你刚刚一样 人潮多的地方 停车场 必经之路 没错 那刚才草叶有说是 市场主经营的部分吗 一个月最少扣半再扣半再扣半 一斜五万 对啊 一直听到扣半再扣半 那个是台主 那你自己的台主经营呢 我自己台主经营的话 我最高 我曾经在刚开始接触 做娃娃机台的时候 我是做娃娃台 做娃娃台 对 就是里面全部都是放娃娃 就是放大概这种系列的娃娃 就是整柜的娃娃 那我曾经最高纪录是一个月出将近四百多支 四百多支 四百多支 就出四百多支 对 一个台子 对就是一个台子 那整个扣下来 扣掉台租啊 扣掉出货成本 我大概赚将近快三百块 所以是一个台子 对就一个台子 一个台子就有三百块 那如果你有十五个台子都这么赚的话 对 其实就很厉害了 那做到什么新闻啊 我没有 没有 待会儿要加入他粉丝业啦 对 你已经打算要按赞了是不是 待会儿要加入粉丝业了 没有就直接开始开班收客 对啊 好 没有问题 我们一起走 可是真的这么好吗 难道没有失败的令人吗 有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啦 就是怕出货啊 如果今天人家十块 怕春货 对对 如果人家今天一个加油玩你的台子 十块出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痛 会 亏了 对啊 一百八亏了 是一个成本 至少一百八 那我们就讲平均大概 平均啊 对 就是说可能说 你今天觉得说 那你的台出一天要一百七到两百块 那加上这只娃娃 你可能就马上献亏了三百多块 是 那你就会想说 我这样我要去改台 爪子没有什么力 其实很多台主都死在这样子 出了一样货就心痛 对啊 其实你该看的是整厨 整厨出完 对 你整厨出完的总数字 在处于你的商品 才是你真正赚的 所以它有数学公式吗 对 而且又沉得住气 很多新手台主 它真的就是你可能枪位的东西 就是在洞口附近的东西 一出出去马上就在那垂心肝 不行 好痛 亏死了 那这种台主通常都 也沉不久 沉不久的 而且它一定都是亏的 OK 一定会亏这样 一定会亏 因为它经不起那个 它经不起亏 就像股票 如果说你买到一百块 看它下到九十的时候 就很心痛 我一百块买 是啊 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后面大涨了怎么办 更心痛了 那你们的经验里面 就是这样很心痛 然后撑不住 然后亏的 都有听过 到底亏可以亏多少 那怎么亏 最容易亏的 我觉得应该还是像这种 高单价的东西 一千八 对 调态简单 对 调态简单的话 你要是说不懂得调态 然后就随意的去做这种 职业夹克会夹的东西的话 那你准备输死吧 对我跟你说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 像是我朋友啊 跟哲青哥说 我哲青哥认识 我的朋友他就是 很想要投入夹娃娃机的 这个封场里头 然后他就是像 刚才草野讲的一样 完全不会调态 但那个爪子啊 角度啊什么都不会 那它里面选的 几乎都是像这样 高单价的 3C类的用品 所以他一个月呢 每一台 你刚刚说是赚三万嘛 他跟你完全反过来 是亏三万块吧 然后他一口气投资了 20台不同的台语 20台 对 所以他一个月就 什么时候不做 就产赔65万 那这样子他撑不掉两个月吧 对 所以真的是要问一下 就是真的是很厉害 会经营的你们 是 如果说我现在想要投资 我想要做厂组 我应该准备多少钱 那我要怎么投资呢 像我们自己的店面 我是先抓 先抓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 对 因为我的台 我的厂里面有三十台嘛 你一台平均成本抓 全新的大概抓两万八 弄到好 对 那你还要一些里面的装滑 还要水电 还要你对比机里面 最少要准备六万块以上的币 所以其实它要有那些钱去赚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准备 一间店 一百出头 一间店开起来真的 一间店开起来真的 在我们中部啦 如果北部这种租金很高的话 那就固定了 北部你们准备多少S&L 北部的话应该差不多将近要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 一百五 所以如果我有一百五十万 我就可以准备来做厂组了 对啊绝对可以 没问题 还要去展丁节铁商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的啊 小自主入厂 一百五十万就是 只要一百五十万真的就可以开了 就是一个小自主出社会 存了五年七年十年 终于有这笔钱 可是他们想要再偷偷看 一百五十万是个门槛 是个门槛 那对台主来说呢 对啊 感觉好像稍微是不是门槛 台主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台主的话大概一般来讲 只要一万至一万五就可以去 一万到一万五就可以投资台主了 对 那是包括除了机台之外 包括里面的东西吗 对啊 我们就讲最入门最简单 就是娃娃开市嘛 那你一只抓个六十块 你一贵最多是二三十只而已啊 嗯 所以也才几千块而已 几千块而已啊 那两三千块就打死了 是 对啊 那就会有人去投你的币去夾 夾夾夾夾夾 之后你就开始有入币量 入币量再去买娃娃 对啊 因为现在到处都看到夾娃娃机 有的人就唱衰说这个市场已经萎缩了 但是你们真的这么认为吗 某个程度上是 某个程度上那怎么办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这么认为 赶快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些应该都是不会做的人 不会做的人 对啊 或者是没做过的人 没做过的人 对因为 现在台主还是很多会赚钱 对啊 因为我现在自己 我现在虽然我是常主 可是我自己也有台 不然我在西门町 虽然一台它的租金要高达四万块 一台要四万块 一台就四万块的租金 要四万块 可是因为我那边是属于 做比较高单价的这样这种东西 是 对 所以 我那边其实一个月的逼量 还算还蛮恐怖的 那你怎么决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四万块这么高的租金 你怎么决定里面要放什么样的东西 是真的会吸引好多人来夾 而络绎不绝这样子 也不会络绎不绝 因为不可否认的 因为我们本身在网络上有些知名度 所以人家会来打我们的台也很正常 那你怎么选那个东西 草爷的店 品质保证 没有那不是我们 我们是单纯在那边租啊 对啊 那那个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弊量的保证 你只要调得好的话 基本上不会输太多 对 因为通常这都是 高单价嘛 高单价的商品 是 对 所以他是 夹的人他是可以上网去卖掉的 可是如果高单价的话 他投资的门槛也高嘛 那如果说我现在一个月只赚 两万六三万块 那我投资 我当然不太有可能会做这种嘛 就是高单价的 那我们可能就做这娃娃这样子吧 这个其实也是不错 因为你人流量有到那边 我每个 每个进来的人 可能投了一百块钱 在你台子里面的话 那其实是很恐怖的数字啊 因为相对 你的商品成本也就这样子而已 对 没错吧 你的人流量够多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cover掉你的电阻了 对啊 其实他还是有 赚钱的地方 还是有赚钱的地方 对啊 那问一下Sandy好了 如果今天一个完全的新手台主 好不好 他想通台主 这个门槛比较低的入手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咧 刚才听到 心肠够大客 除了敢出货 你要敢出货 敢出货 就被夹走 没关系 是唯一的条件 就敢出货就可以 就是要敢出货 如果他太敢出货呢 不会 太敢出货一定会声音很好 你只要出的越大 声音就越大 是 因为你会玩习惯 而且他好玩 他会出 他一定会出 草爺跟你讲 他真的很好出 我阿嬷都会打出来 神佛系台主 这样子 因为你不敢出货的东西 你东西放在台子里面 那叫库存 对 你出出去以后 你才可以换新的东西 那个才就是销售 对 因为我有听到一些 真的新加入的人 可能会被比较有经验的人 给欺负 对 那种恶性竞争 或同业看你眼红 就是同一场就 这么厉害 205 对 同一场的台主 难免会有遇到那种 比较恶质的台主 会去欺负新手台主 他可能也许觉得说 你今天放得很软 我就去把你打包 打包就是把你东西 用很少的金钱 全部夹完 全部夹完 这种行为非常可恶 很可恶 但很多吗 其实是会有 旅出不穷就会了 场主要去帮忙扛着吧 要 场主必须得管控这件事情 是 也非常仗义指言 感觉如果碰到这种委屈 找你热吐哭泉 就不会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 一定要跟我说 我一定 跟那个王八蛋 那我们就投资草严 我们就去那边当台主就好了 欢迎 欢迎 门台又比较低 有没有 竟然我一定免费了 公关台 这场就是小路的台主 好 所以听到就是 要赶出货 然后心当大客一点 然后要稍微避免一下 童性竞争的情况 还有什么 是让这个年轻人 小字组刚刚入手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嗯 就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但是地点嘛 第一个是地点 对 再来就是你的租金 你不能复合得了 但我是觉得就是 最好的办法就是 选择离家最近的 离家最近的 对 会省时省力 是 是因为寻孩子的时候 不用花时间 对 不用花太多时间去 去铺 那之后再去挑选商品 对 那就是去铺货 对 那我觉得推 挑选商品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了 对 对 那怎么样 你们会看商圈人潮来决定 他要放什么商品吗 我会 会 例如说 例如说假设说 呃 如果像 一般那种很多 观光客的地方 是 就放宾室的钥匙 呃 放 刚才不是言说 这个有点高单价啦 没有钥匙而已啊 没有说车子啊 我会建议还是就是说 从娃娃先坐骑 从娃娃先坐骑 对 但是娃娃其实它都有个周骑 娃娃有周骑 对 因为它可能这一段时间 这个流行完了 它就不流行了 你就必须得赶紧去换 它才能稳固你的弊量 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做过娃娃了 嗯 所以我们都是 娃娃今天流行什么 我们就会用什么 那可能下一次 就是这台我拿去别墅版 我没消完的版 拿去别墅版 再换一个新的东西 这样去轮回 对 先从娃娃做起 因为相对的 娃娃它成本比较低 你出了你心也不会那么痛 而且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慢慢的学习 怎么去调你的胎子 加上怎么去夾你的胎子 怎么去夾我的胎子 对 因为我自己是胎子 所以我会要求我的台主 你敢放 你就要想办法 你自己本身要先练习怎么打 因为毕竟你打是免费的 嗯 你要得知道说你胎子怎么出货 嗯 如果你自己都出不了你胎子的货 那你怎么要求客人出你的货 如果一个场主的话 只要它第一天选得好 然后它的场租 就是它就有基本的回本 对 如果台主 它如果台子调得好的话 然后它的出货量也不错 那客人 客源就源源不绝 会啊 对啊 那听起来它就是个 稳赚不赔的行业 对啊 是这样子吗 还是会有亏的 还是会有亏的 因为什么行业都有人赚钱 有人亏钱 但是只要小心稳健的话 它还是可以赚钱 是 没错 你要用很多的心思 去做这件事情 是 对 所以很多心思 这些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常听到的 就是说 大家都对于娃娃机误解 就是说 我东西买了丢进去 我就有生意了 但不是 你要常常观察 常常微调 然后看看客户的反应 客人的来电的状况 对吧 是 可是绝大多数就是 有电话 喂 喂 我在东区这边啊 你呢 现在流行访问一半 你也在 你也在 中区你在夹娃娃 这些很真是的 就是 不一定 不然我带几个朋友 一起去夹好不好 我们一起玩 好不好 OK OK 好 所以要带我夹娃娃娃 你在东区哪里 你等一下发地址给我吧 好 好好好 OK OK 拜拜 曹娃有听错吗 我们要 我们要直接去喔 我带你去玩啊 超爱甲刚好 我在附近 直接去 我那个攀了 超爱甲也在附近 超爱甲 那你去实体操作一下 实体操作一下 感受一下出货的快感 走 对 真的好大一间喔 真的假的 那我告诉你 今天刚好你遇到我们 哇塞 为什么 教名人夹娃娃 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好了 好不好 就交给你们两个 现在就教我们直接用试试 我懂我先找一下我们 超爱甲 好 他是今天的老师 好 没问题 超爱甲你在哪 在这边啊 在这边啊 好真的 夹娃娃的第一课 就是手上要先有 足够的 足够的弹药 哇好玩 夹娃娃很棒 俗称的疗愈生 现在就要出现了 加油 加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 传说中的投石温度要开始 投石温度啊 所以我们要 十元都是试爪力 投石温度 超老师你可以开始了 十块就是试他的那个 爪力嘛 对 我们都会看他会不会浮得起来 哎呦 对 他会不会超过我们的挡板以上 因为这是他一个防御嘛 哦 对啊 所以如果在超过挡板上 就是他重的机率就高了 高很多 哦 明白 二十块钱是什么 四甩扶 四甩扶 甩扶 通常就是会左右左右 左右这叫甩扶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他爪子有在移动 OK 甩一爪就对了 大家要玩选台子的话 第一先看这个防甩片 对 这防甩片如果是凹的 齐形怪状那种建议不要爆 OK 对 因为保持有在移动 所以当下二十块都交学费就对了 先试试看 三十块就是准备出货 三十块这么精准 我们精准 三十块就可以准备 对 看着看着 可以不要吗 好 这个叫做运气不好 所以四十块钱就 四十块钱就真的要再出货了 没有 其实说实在 因为它贴玻璃了 对 就有点难度吧 所以通常它贴玻璃就 比较不好抓 因为它跟那个 我们的 上面这一台叫天车 天车跟玻璃都会有个尖泡 好 这样子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习惯性动作 好 过去了 可以了可以 建议不可站坐吗 呃 镜头前这样是开玩笑 身体下你会被打 特殊效果 因为通常我们自己的台子 都会做一个防死位 对啊 对 所以接下来 第四十块 真的要四十块要出货了 哇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这边看到一台很特别的机器 我往右手边看一下 这个太酷了 草爷 是你们的 你们的 散不欢乐 真不爱 可恶 谈羞草日镜 这个就是草爷吧 对 本来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要做被你们发现了 OK啦 那我讲 我们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让你们一人 最少夹一支起来 好 听说哲青哥还没有夹过 我这辈子都没有成功过 还没有成功过 对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你要夹这台的话 OK 那个要死先拿过来 哈哈哈 要死 要死 不然你等一下被网友跟我干 所以你这样好点喔 有 不要 我先帮他调 我不用调 我直接放腔位好不好 因为教学过程一定是很久的 你所有的商品 只要靠近挡板 对 前面 右边 或者是四十五度角 对 都叫做腔位 OK 这都是你最基本看到就可以先夹的 OK 好不好 我夹了好像这样子 欸出了 哈哈哈 开心 开心 头小心 头小心 还是要放下来 好那我先来试一下 我们就直接让哲青哥直接玩 好 这样吧 很开心 对 十元四 四爪力 可以这样吗 对 哎呦 可以啊 差一点点 因为他是内丢 因为他上升算很快 这不知道是哪个小王八蛋调的 居然让超爱甲丢脸 这么大内丢 这么大内丢 你先教学一次 好 让哲青哥先看一下 盾甩 先教盾甩 你基本功就是盾甩 这叫骨位了 有没有 他骨位了 好厉害喔 哲青哥你可以的 再试一次 他刚刚使用的叫做盾甩 就是 你的爪子 往你的 往商品的方向移动 然后再往他的反方向移动 再下爪 好 左右左这样 先靠近洞口一点点 然后 左边一点点 洞口就是这个洞口 这是出货口 对 然后右左 右左 右左按钮 右左 摇杆是右左按钮 这样其实也可以啦 这个是往俗称的补味 其实真的没补味到耶 真的没有讲到啦 有吗 有出啊 好 这只就是代替曹阿甩送给你 哲青哥已经成功 出了他人生中第一只王后了 这个人生第一只 通常这个假法是这样 一爪在前 两爪在后 比较对好直上直下 有可能就直接拉出来了 好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好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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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一点 不甩 真的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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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厉害 基本上不用特别去甩 你只要拉进洞口 而且娃娃这种东西 其实爪力够的情况下 哪一只都是青蛙 娃娃春文啊 不容易真的夾到了 我们现在都有成功的夾娃经验 这辈子拿到原来它是如此的喜悦 哈哈哈哈 不过呢 因为呢就是就像以前的蛋打电啊 或者什么 就有可能会泡溜化 所以现在大家一窝蜂之后 实际上投资的风险就出现了 而且我听说你在做王后街投资 历路有越来越多 不是真的吗 是有这个趋势 因为毕竟厂子越开越多 相对的那个币量一定会分散掉 但是我相信这个行业如果说 你维持得好的话 你还是有赚头的